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街头影粉丝为观 受到肩膀头子突出 4000裙子上全是咒者 近日有网友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了一组女星迪丽热巴参加活动的生徒 照片中的迪丽热巴身材鲜瘦 白细细腻的脸蛋结变在高清的镜头下依旧十分在线 出席品牌活动当日的迪丽热巴身穿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半边吊带的设计使得迪丽热巴的相间露出来 贴合的白色连衣裙将它凹土有质的身材勾勒得玲珑曙 裙子高开叉的设计使得迪丽热巴一双又细又长的筷子腿若隐若现 脚上踩折的恨天高拉高了它的整体身高比例 但是裙子上还是隐约有了些许的靴子 在曝出的这组身图中 扎着侧麻花辫子的迪丽热巴一脸笑异地双手合十 青春洋溢美则美矣 但是由于拍照角度加上它的动作的原因 使得下面这张图中迪丽热巴的肩膀显得有一点奇怪 高高怂起的肩膀头子十分惹眼 一众网友也纷纷感慨迪丽热巴简直太瘦了 在这个角度的深图中 迪丽热巴露出的肩膀和美背简直没有一丝坠肉 皮肤白皙而细腻 隐约可以看到背部肌肉紧实的线条感 迪丽热巴的粉丝也是十分热情 纷纷扳着小凳子去见自家的女神 还有路人晒出了现场的战解图 迪丽热巴的鲜兽很明显 在此前拍摄过的一组血针中 她化身高冷的时尚玉解 穿着一袭低胸的黑色长裙 皮肤的白羽长裙的黑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一头柔顺的头发如瀑布斑倾泻下来 颈尖的金色象圈像是在强调迪丽热巴突出的锁骨式的 抢眼极了,盈盈一握的纤细腰支在黑色的硬衬下更胜了 在前段时间迪丽热巴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了一组自己在外面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的热巴穿着紧身的上衣和阔腿牛仔裤 上身和下身的比例一度让人惊呼 这简直都不是三七分了,先瘦的同时又比例好好 拥有招交好面容和傲人身材的迪丽热巴在身材管理方面依旧严于律己 我们希望迪丽热巴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追求好身材 《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称得上优秀商业科幻片,但是谈不上完美 有人说在国内科幻圈《流浪地球》的小说其实并不出彩,只能说中等水平吧 更像是个编年史 就现在很多科幻创作群和重创团队,光编年史大纲都是几十万字级别 《流浪地球》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也是排得比较靠后的 《流电工》的早期作品多少都带有一些浪漫色彩,理想化,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 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在情感描述上很棒,但是老一辈走了却没后浪将将这份情感给超越 甚至追逐者都很少很少,《流浪地球》称得上优秀商业科幻片,但是谈不上伟大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第一次尝试就做出这样的成绩 并且从一个没有成熟电影工业的国家的视角来看真的很优秀了,郭导牛逼,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写过很多中片和短片,最后把自己过去作品中的很多脑洞严谨的融合成了一部长片 叫《三体》,出去工作的时候忘在家里了,等看的时候已经两年以后了 看到了很多刘电工过去中片短片中的影子,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创意,也就不存在什么借鉴或抄袭之说 每年都会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问世,脑洞大的惊人 这次,《流浪地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有人敢挖这座金山了 我们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守着金山去要反 现在,刘慈欣很多中片短片的一些版权或者拍摄权已经被买走,在他人手中 敢拍《科幻》,得益于《三体》,得奖,打开了中国科幻的一扇窗 《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门 中国科幻指于此,还是起于此,需要拭目以待 回顾一下我们抗议的表现,再看看《流浪地球》 一切就仿佛是轮回一般,同样都是众志成城,同样都是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小破球末尾无数车辆返回转向发动机 全中国各地持援武汉,各大军医医院调集军医 伊尔76和我们的运20成P的集结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中国抗议的剧本就是照着小破球写的 虽然电影确实有很多科学上的硬伤 实际上大流的小说也有科学硬伤,比如在地壳上用推进器推地球 我只是说这个点子很有它的感觉,整一个简单粗暴而又宏大的故事 《流浪地球》小说的核心就是带着地球躲海闪,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系列故事 而电影就是为了点燃木星推离地球,所以所有东西都往这上面靠 实际上都能推着地球做宇宙航行了还能犯被木星捕获的错误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电影里很多细节都有体现,例如重新点燃发动机 画面上除了主角异形还有另外两个也同时点火了,说明不止主角异形人在尝试 空间站拉远镜头时可以看到不止刘培强在外面瞟 另外点燃木星这个想法以色列科学家早于主角他们提出来 这部电影越细品越有味道,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这些片段剪到一起 如果没人的话,我想试试 流浪地球的意义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后,可能很远很远后的的人类会发现 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来那时候的中国就有了这样的伟大思想 西方很多灾难片也反映宗教信仰,类比诺亚方舟那类的 所以很多时候直接抛弃所有文明重新开始的电影很多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传统色彩,我们的文化更推崇牺牲自己为了所有人 哪怕牺牲少数来满足大多数,和西方的英雄主义其实区别蛮大的 因为我们不强调这类孤胆侠的浪漫色彩,更注重责任感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